今天是1月10号 说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 A股处于一个分化的状态 汽车发飙 创业板实现了一个上涨 但是上阵表现的平常 那么这个盘面该怎么去参与 这个位置到底要不要检查 其实说白了 到了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说 那个创业板还在涨 然后呢 上阵在这个位置也没出现 大跌 但是大家注意 这个位置要小心 为啥 看这里 看这里 这是前期的一个套牢盘 这是现在已经反弹到了前期的压力位附近 关键看亮能 这个亮能比起这个亮能 还是有所欠缺的 而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所以马上冲的过程中 大家注意 逢低 可以做日内的一个踢 但是盘中急拉的时候 一定要忍住手 不要去追高 这个位置压力非常大 一旦冲高回落 这个回踩的力度会比较大 这个时候是大家需要谨慎的时候 还有朋友就是说 看着创业板涨了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看 创业板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不是前期的一个压力位 套牢位置 对吧 好 看亮能 这个亮能跟上去没有 这个亮能没跟上去 跟你看这里 这个亮能比起这个亮能 还是有所欠缺的 所以这个位置 反弹靠谱 我觉得也要打蛮好 之所以创业板今天那么强 是什么原因呢 大家看他可能就明白了 宁德时代 宁德时代今天上涨了三个多点 正因为他的上涨 带起来创业板的一个上涨 但是创业板其他的一些票 并没有出现大幅度跟风 所以在操作上面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这个时候越是往上涨 越要注意 因为他没有亮能的支撑 随时都有可能 又多 然后你去高位接盘 好 我们来看 今天的一个板块情况 板块表现最好的是 汽车这个方向 对吧 汽车芯片 汽车整车 包括半挡体这一块 说真的啊 这个市场啊 没有明显的主线 没有明显的焦点 汽车的话 就是超跌反弹 这个时候你敢追吗 反正我是不太敢去 为什么啊 大家看汽车整车啊 今天涨幅是最多的 两个多点 下午是快速拉升 但你看他的位置啊 你看他位置 他是不是属于一个反弹位置 是反弹位置啊 但上方这里 这里是有压力的 啥意思呢 就是说啊 在这个位置 冲到这个位置 就有可能获利盘出逃 或者说上方的套牢出逃 你想想 一旦你做错了 是不是高位接盘了 那么 高位接盘以后 他再次调整 你是不是会陷入一个 套牢的一个区间 所以啊 汽车 别看他今天放量了 涨了 对吧 下午出现个大拉 但是我告诉你 明天再冲的话 你就要小心这个位置压力了 还有上方这里也是成了压力 汽车整体来看 就是超跌反弹 越是往上走 越是要小心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好 我们来看 除了汽车 今天的那个半导体表现也不错 对吧 原期线半导体 那么这个方向啊 找盘就快速撑高 整个盘面来看 就是也是一个超跌反弹 然后再是一个区间啊 底部区间 这个时候倒是注意啊 中长期的话 我觉得这个位置倒是问题不大 但是短期一样的原理 这里 这里 看没有 再往上拉 再涨 就面与这个位置的压力 压力一大 你想想 是不是容易 冲高回落 所以从技术方面来看 半导体及原器件这个方向 也是反弹 面临着上方的压力 越往上走 也是越要小心 从整个市场的节奏来看 这个方向持续性不太好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注意 先把其他的一些板块 就是乱七八糟了 是吧 包括一摇 抖音概念 怎么说理数字呢 反正这个乱七八糟啊 这个是操作起来 所以说难度比较大 这看下后排啊 跌的比较多的 教育 两个多点 还有这个紧紧旅游 说真的啊 跌幅并不大啊 尤其是像跌的最多的教育才 跌的两个多点 这个可以理解 可以这么认为 啥意思 我记得昨天讲过这个板块啊 这里 对不对 昨天讲过 这个位置 是属于前期的一个套牢去接啊 套牢去接 然后呢 拉高容易什么 冲高回落 所以你不要轻易的去接 不要轻易的去追 你看下 你是不是做反了 如果昨天追高的 今天是不是被套了 记住啊 这个方向持续性真不是太好啊 盘度急了 考虑出货 盘度急跌 可以做个日内期 抄底啊 这个是可以的 整体来看 它是属于一个反弹的区间 但是已经面临上方的平台压力 没有突破之前 大家是不能轻易的去追高的 好 这是今天啊 板块的一个情况 其实看到这里 大家就很郁闷很纠结了 到底该怎么办 对吧 我们看涨停板的情况 你就知道了 涨停最多的是国企改革13个票 这个说了很久了 说了很久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核心 还有这个新能源 8个票涨停 大家看新能源 前面有一天啊 全线爆发啊 批量涨停 对吧 然后今天只有8个票涨停 所以说起来这个方向啊 市场很不明确 没有持续性 大家看啊 今天表现比较好的是谁啊 虚拟现实啊 元宇宙 还有光伏 这些啊 都有五六个票涨停 但说真的 这些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近期一直跟大家强调过的 这个数字经济啊 就说今天数字经济为下午跳了水啊 翻滤 但是整体来看 它的趋势并没有坏掉 它趋势仍然属于一个震荡的一个区间 这里震荡后 随时再来一个大阳线 放量 想想 它会不会突破这位置 对不对 一旦突破这个位置 是不是进入一个加速阶段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整个的节奏啊 还是很明显的 从后期的一个盘面来看啊 它继续上涨的概率会偏大 数字经济啊 整个的走势啊 大家看 它是属于一个明显的 这个震荡后的一个区间 那么我告诉你啊 个股后期存在继续上涨的空间 尤其今天也多支票涨停 电子层 九期啊 广播 日盛 对吧 其实包括英飞拓也是上涨的 如果你仔细看到 你就会发现 近期我是不是讲过这个九期啊 讲得很清楚 对吧 我记得当时在第四版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这个第四版啊 尤其它在这个位置 要是出现一个弱爪墙进攻的话 更好 但是它往下杀的过程中啊 当时这里有个大一棒 我也跟大家解释过这个事 这个大一棒的话啊 要不你就是真出货 对吧 出货 要不你就洗盘 洗盘的话 第二天大概率会反包 所以它在第二天 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一个反包的走势 冲板被砸 但是整体来看 还是反包的走势 想想 那有朋友就问了 该怎么办 其实当时就跟大家重点讲过 五日线低息啊 如果你在这无限低息的话 想想 这个97元界 这几天是不是吃肉了 而且这个吃了起码四几个点的肉 所以大家的操作上面 是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的 整个数字经济板块 个股比活跃 由于出流股 腰股 调整到位的 那些低位的 多可以去做一个低息 或者做一个跟踪 好 那除了数字经济 还有就是前面给大家重点讲过的这个国企改革 尤其是涉及到中午的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这里我们需要看一个核心板块 券商啊 这个每天都讲啊 其实找盘在券商拉高的过程中啊 有不少朋友追的高啊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我记得中午吃饭的时候 有三四个朋友就问了这个事啊 券商下午会不会继续跌啊 我说怎么了 找盘追高了 以为他会突破了 结果又站岗了 大家是不是也是这种操作啊 如果你是这种操作 哎 真的是无语啊 券商说了很多次 昨天都说了很多次 今天也冲高 那么昨天被套的 有机会给你解套先跑 没票的 你就不要去追啊 说得很清楚啊 所以说券商 接下来走势很关键 如果券商不走了 不冲了 那么他往下调整了 大盘 必然会以来一个调整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 需要重视的 这里还有一个变数 就是白酒啊 白酒近期是属于一个高位震荡 大家看啊 它跌不下来 有两个方面里面 一个是白酒利好 对吧 就是说这个业绩利好 茅台一年赚了600多亿 业绩超与期 还有就是近期是属于 白酒的一个旺季 宁静春节 它属于旺季 这里我刚才说要有一个变数 变数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白酒 它如果在这个位置出现震荡 迟迟不上的话 就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利好兑现 大家都知道 随着春节临近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 是旺季 但是一旦靠越往后 越靠近春节 就有可能形成一个出货的表现 所以这个事大家注意 一旦白酒出现了一个出货 杀跌的状态 那么大盘必然会迎来调整 那么这个快速的调整过程当中 就是大家低息的机会 也就是说大盘在一顿前期反弹上去 没有超底的朋友们 低息的一个机会 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是不是清楚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各股的情况 今天大街票多不多 不多 大街票其实就三个 对吧 所以从这些后排的票 我们也可以发现问题 市场并没有出现恐慌 并没有出现资金大幅度的一个出逃 而相反的外资还在不断的流入 这就给了大家一个什么 一个纠结的点 外资在不断流入 但是个股表现不佳 大盘的话属于震荡 到底该怎么办 对吧 其实没必要纠结 告诉你 外资在流入 外资流入是哪些呢 是低估值 外资流入是低估值 你去盯着低估值 也可以 低估值的代表是中字头 所以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 中字头要重视 中字头要留意 中字头近期出现点 要去调整 那么调整的话 就是你第一期博弈的机会 后期会有了机会 您的超跌发展 看前排 涨天票多不多 不多啊 也就是事实来自上下 对吧 说白了 这个持续性不是特别的好 大家啊 记住一个是 这是近期的核心品种 就比如说数字经济也好 这个国企改革也好 你盯着这些核心品种 做一个低估值就可以了 不要轻易的去追 比如说数字经济里面 核心品种是谁啊 数字经济 核心品种 大家都知道 我刚才说过啊 现在目前的是九星远见 还有这个大消费里面 核心品种是谁啊 比如说黑芝麻 对不对 像这这票的话 你就做一个低估值 就好 你看看一下啊 对不对 黑芝麻 随着这个十字线 一路震荡者高 这个票就是这种趋势的走势 当然啊 还有就是数字经济板块 一些核心票 比如说像安利这种 前期也跟大家讲过 对吧 大家是不是啊 跟大家讲过这个票啊 就是说这种票的话 你就找一个低点 去做一个博弈啊 博弈 博对了 你就吃肉 吃大肉 吃大肠腿 但是博错了 你要及时做止损 这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博弈点 那像这种票的话 如果你在昨天这个低点博的话 今天是吃肉的 但是你博错了 他一旦跌穿了这个时限 你就考虑止损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因为他做的就是一个概率 综合来看市场的这个 盘面属于一个什么分化 或者说属于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 那么这个时候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 又是一个反弹的一个高压力位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要谨慎 以低息潜伏啊 数字经济 国企改革 中资投 这些调整到位的票为主 好 这些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算 顾梁 生 铃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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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鑫